大家好,这本书的名字叫帝国,是大英帝国的名字 本书以全球化的视角,对大英帝国王朝兴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这本书的作者尼尔福格森,目前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 曾在哈佛大学任职,同时还是英美大学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资深研究员 同时,他也是畅销书作家,除了我们今天要讲的帝国之外 他的作品中还有一个文明的虚拟历史 罗斯柴尔德家族货币的崛起等等,这些作品都是翻译过来的 中国帝国还制作了英国电视台的纪录片 在正式介绍这本书之前,我们必须明确地指出 大英帝国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国家 而是一个统称,它是英国的领土,以及它所管辖的殖民地 跟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这些拥有实权的帝国完全是两个概念 大英帝国于二战后,改组为今日之英联邦 但是,作者仍然认为大英帝国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帝国 他给出了三个理由 第一,在规模上,大英帝国在全盛时期统治了全球四分之一的领土和人口 我们常常把英国称为日不落帝国 因为英帝国最鼎盛的时候,它的领土遍布世界各地 二十四小时都有太阳照耀着它 这一庞大的版图超越了历史上其他所有帝国 第二,英国崛起于欧亚大陆边缘与波斯、罗马、汉唐、蒙古、奥斯曼不同 英国在人力资源和军事上都不如这些大帝国 所以,英国取得的成就就更加可贵了 他们成功的秘密也是值得研究的 第三点,很重要 英国制定了一套规则和生活方式 这些规则和生活方式至今仍在世界许多地方流行 例如土地所有权观念 银行金融系统有限 政府观念 自由思想 议会民主等等 这就是大英帝国遗留下来的东西 英语是当今世界使用最广泛的语言 甚至已经成为国际语言 英国人和他们的后代 美国人的文化与生活方式 同样影响着当今世界其他国家 很明显 作者很看重英国 不过 我们解读本书的主要目的 并不在于描述英国取得的成就 而在于探讨英国如何取得上述成就 它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作者对此也给出了答案 全球化 本文认为 英国在商品市场 劳动力市场 文化市场 政治体制和资本市场五大领域实现了全球化 每次都将英国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并最终成就了大英帝国 英国今天的衰落 也是因为上世纪的两场全球化战争 可以说 大英帝国的崛起和衰落 都是全球化的 全球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首先要有钱才行 其次要有足够的人力去做 还要有制度 有文化 有金融体系 下面我们将按照这一脉络分六个步骤 还原全球化进程 以及大英帝国的兴衰历程 第一 商品市场全球化 主要是掠夺第二人口全球化 即移民 三政体全球化 即殖民统治 四 文化全球化 即传教 五 全球化资本市场 即全球金融体系 六 全球化的战争 即帝国的衰落 同时 我们也会 以一种超越本书的旁观者视角 检视上述过程中 英国所做的历史工作 好了 让我们开始这本书吧 首先看第一部分 英国如何通过全球化市场发家致富 作者认为 大英帝国的崛起本质上 是一种经济现象 其发展完全是由全球化的商品市场推动的 这是什么意思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欧洲在15世纪的时候 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 开启了航海时代 英国起步较晚 因为这段时间 英国国内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直到16世纪初 英国才开始发展海军 直到16世纪末 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 才确定对外开发和殖民政策 在那个时候 航海霸权已经被葡萄牙和西班牙瓜分了 西班牙人控制着美洲黄金和白银的大部分产地 而葡萄牙则控制着欧洲 印度和东南亚的香料产区 在这种情况下 英国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就是抢 伊丽莎白一世向海盗发放官方通行证 以支持海盗抢劫西班牙船只 1585年至1604年 英国每年大约有200艘船只 负责骚扰西班牙货船 从加勒比海域掠夺来的财物 每年至少价值20万英镑 在此期间 西班牙派遣无敌舰队 在1858年试图入侵英国 但被击败 但抢劫只能作为第一桶金的原始积累 并非长久之际 真正奠定英国帝国根基的 还是东印度公司 于1600年成立 当时印度经济庞大 人口约为英国20倍 超过欧洲 全球GDP占全球24% 英国仅占3% 印度约七成的领土 属于莫沃尔帝国 东印度公司与莫沃尔皇帝交好 被准许在今天孟加拉一带建立贸易据点 并享有一系列免税特权 英国人把印度的棉花 东南亚的香料 中国的茶叶卖到了欧洲 再把世界各地的奇珍一宝 都卖给了莫瓦尔王室 这样一来 欧洲市场与印度市场之间 就有了初步的商业 网络雏形 那还怎么发展 答案就是抢 不过现在 已经不是杀人越货的时候了 他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争夺殖民地和商路 17世纪 荷兰与法国是英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在本世纪 英国与荷兰发生了三场战争 并取得了胜利和胜利 但是 在1688年 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前 英国王室复辟 国王的女儿玛丽公主 就回来当女王了 她的丈夫是荷兰人 而威廉也因此成为英国国王 这样一来 英国和荷兰之间的关系 就缓和了许多 荷兰金融业发达 荷兰人发明了 世界第一家中央银行 和股票交易所 英国人完全复制了 荷兰人的金融系统 从而获得了强大的融资能力 与另一大竞争对手法国相比 英国拥有先进的金融系统 其战争经费的三分之一来自融资 而法国则只能靠税收来筹集资金 因此18世纪时 英国将法国势力从印度驱逐出去 随后又占领了加拿大 魁北克这个重要的毛皮产地 英国人向全世界销售海梨皮 产自加拿大 当时中国清政府官员 购买了许多皮帽和毛鲤 欧洲、印度、东南亚、中国 以及欧洲人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 英国人建立了全球化的商品市场 通过建立殖民地 控制贸易路线等等 这个市场带来的财富 支撑着英国走向帝国的道路 所以作者得出结论啊 英国崛起是市场全球化的结果 英国在掠夺方面迈出了几步 西班牙占领了荷兰 打败了法国 占领了殖民地 这一切都是掠夺 上面提到了英国成功的第一个 主要商品市场全球化 即如何在全球范围内 抢夺商品和贸易权利 第二部分 我们将谈谈英国如何向世界各地输送人力 这是人口全球化 这本书的作者在序言中说 感谢英国的殖民统治 我的亲戚遍布世界各地 包括加拿大 菲律宾 澳大利亚等等 然而 历史的真实过程 却并不如他所想的那般温柔 英国移民的历史比殖民掠夺史更令人不耻 作者将英国外来移民分为主动移民和被动移民两种类型 然而即便是所谓的主动移民 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为了躲避宗教迫害而离开了英国 比如5月8日 美国人把他分为祖先 当时船上几乎一半的乘客 都是追求宗教自由的清教徒 被动移民指的是被贩卖的黑人奴隶和流放的囚犯 美国尤其是在美国东北部的新英兰地区 是一个典型的积极移民 这就是5月8日登陆的地方 因为清教徒一开始就想在这里扎根 所以并没有返回欧洲的打算 于是他们就带着自己的家人来到了美洲 在那里繁衍生息 很快就成为了这里的主要人口 相比之下 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老牌殖民地 则是男性居多 女性只占了四分之一 很多人和当地的土著或者奴隶混在一起 经过几代人的混血之后 他们就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 英国殖民美洲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当地土著人口稀少 于是殖民地把黑人奴隶从非洲运来 在1662至1807年间 景英署北美殖民地就有350万黑奴被贩卖 比当时的白人移民多出三倍 很多奴隶死在了奴隶贩子船上 毒品交易是一种罪恶 连英国人都承认 大英帝国比奴隶们的伤痕 要严重得多 这些奴隶及其后裔不久 便在语言 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上被英国化 至于流放饭 一般都是送到澳大利亚去的 美国独立后 大英帝国需要重新寻找释放囚犯的地方 澳大利亚地处偏僻 四面环海 距离英国大陆只有八个月的航程 简直就是天然监狱 1787年至1853年 有十二万三千名男子和两万五千名妇女 因各种罪行被送往澳大利亚 这些人获释后被分配土地 因此许多人留在当地开始了新生活 让人摸不着头脑 是啊 这些流亡者对英国忠心耿耿 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发动独立战争 作者认为 正是因为英国政府从北美吸取了教训 尽量满足当地人的要求 建立了一个由当地人代表组成的政府 以满足当地居民的自治要求 从而避免了另一场独立战争 1867年 澳大利亚人要求不把囚犯流放到这里来 而伦敦也做出了让步 1850年后60年间 有1300万人离开英国 可以说 英国是最成功的移民殖民地 因此 英国实现了全球人口分布 好吧 这部分讲的是 英国帝国道路上的第二个关键点 全球殖民 既然已经有了人口输出 那就来谈谈英国殖民地的制度建设吧 英国人通过建立英国政府和制度 使这些非英国国家变成了英国 第三部分讲的是行政管理 纯英国人在英帝国中所占的比例相当低 再说了 英国一向崇尚小政府 又没有庞大的官僚体系 那么殖民地又是怎么管理的呢 拿印度来说 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 英国驻扎在印度的官员大约有900人 英国士兵大约有7万人 但是印度有3亿多人需要管理 到英国末年 人口已达4亿 区区900多人 根本无法管理整个印度 因此 英国政府管理印度的大部分官员来自印度 到1868年 有4000名印度人从事政府文职工作 再往下 还有一些较低级别的公务员 例如电报员 售票员 邮递员等等 由当地人担任 可以说 英国人如果没有这些政府官员的帮助 在印度什么都做不了 此外 英国保留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印度领土 相当于一个国中之国 仍然由印度地方王公统治 大英帝国按照自己的习惯和法律 只是名义上的监管者 这种管理方式 使得英国人能够以较少的人力资本 来管理一个庞大的帝国 此外 印度还保持稳定 因为它使印度看起来 不像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 在大英帝国时期 英国海外殖民统治 基本上遵循了这一政体 事实证明 这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 而且这种管理模式的 长期影响在于 它培养的本土精英都是英国人 无论是制度 价值观 还是文化 都非常接近英国 所以 即便这个地方的精英们 意识到了自己的民族意识 脱离了英国的独立 但他们的政府和形式 却比英国式的要好对付得多 印度 巴基斯坦 都是英联邦的一部分 这就相当于 英国在殖民时期 建立了很多英国式政府 从而使英国政治体制 走向全球化 即使今天大英帝国 改组成了英联邦 英国仍然可以从中受益 除了建立英国政府与制度之外 英国人也将自己的文化 推广到了全球范围内 因此 传教士所扮演的角色 是无法回避的 就连作者都不能否认 大英帝国在18世纪 是非常缺乏道德观念的 但在维多利亚时代 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随着加大业大 英国人对拯救世界 产生了更强烈的使命感 具体的方法是传播基督教 传教始于非洲 传教士们认为 他们将先进的文明 带到了落后大陆 非洲土著人 应该抛弃他们落后的信仰 传教士们试图通过传播 自由贸易 来消除非洲迷信的影响 使人们接受基督教 这里有个矛盾的地方 自由贸易 血腥的奴隶贸易 又是怎么回事 为了支持其价值输出 英国国会在传教士的 不懈努力下 做出让步 逐步废除奴隶贸易 这使得英国 从全球最大的奴隶贩子 一跃成为解放奴隶 传教士们也将目光投向了印度 但印度有着高度成熟的宗教文化 比如伊斯兰教 印度教 西克教等等 所以 直到十九世纪 印度不仅没有被基督化 甚至连英国人都被东方化了 无用的传教士 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当他们大举进军印度时 英属东印度公司控制局主席 罗伯特·邓达斯表示 我们并不反对向印度传播基督教 但最愚蠢的做法 莫过于鲁莽地进行传教 果不其然 1857年 英属印度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起义在印度爆发 激起了英国驻军的疯狂报复 使印度局势一度紧张 伦敦礼拜日不到的主题 从救赎转变为复仇 太晤士报 甚至建议用印度士兵的尸体 来掩埋兵变现场的每一棵树和屋顶 但是维多利亚女王及时意识到 印度这个英国皇冠上的明珠不能毁掉 1858年11月1日 他发表了一份声明 明确指出 英国没有权利把他们的信仰 强加在海外的臣民身上 至此 印度传教风潮告一段落 英国趁机解散东印度公司 由女王直接担任印度女皇 委任总督管辖印度 虽然在印度遭遇挫折 但是英国文化输出的主要手段是基督教 英国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 原住民的思想和文化各不相同 虽然他们接受基督教的程度不同 但是基督教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们 这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来说 是一种强大的粘合剂 至少可以让他们了解 大英帝国臣民的身份 大英帝国取得成功的第五大关键步骤 是资本市场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是指 一国金融活动超越国界 脱离本国政府的金融活动 金融监管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寻求融合 寻求发展 说白了 就是要让全球贸易 遵从同一个金融体系 谁先制定了这个体系 谁就能获得最大的利益 并非英国财政部 而是英属私人企业为大英帝国 实现了这个目标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 大英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 一直都在反省自己 一方面是用拳头打天下 另一方面则是容忍 帝国内部的反省和批评 政府必须经常修正 过于霸权主义的做法 以维护其道德形象 所以 一些肮脏的工作 都是由私人公司来做的 这也是其他大国扩张的原因 但在大英帝国扩张的过程中 私人企业常常会出现 前文提到的 东印度公司是一家私营企业 它为占领印度做出了巨大贡献 大英帝国也是依靠私人家族来实现金融全球化 这些私人家族一方面是强大的资本家 另一方面又是无情的殖民主义者 他们没有武力就无法建立起商业帝国 作者提到1893年 英军入侵津巴布韦 几小时内杀死1500多名当地土著马塔贝来人 这一胜利使英属南非企业在采访罗德斯时股价上涨 从而吸引了更多的投资 作者认为 这件事跟英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但英国政府对财阀的所作所为 却是纵容的 到2009年 大英帝国的领土面积已超过3400万平方公里 占世界面积的25% 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 比蒙古帝国全盛时期还要大 英国海外资本投资总额达38亿英镑 几乎占全球境外投资总资产的一半 除了中国和德国两国实行银本位置之外 其他国家都效仿英国的金本位制度 此时 英国已经成为世界银行 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制定者 由于当时国际结算主要货币为英镑 金本位实际上是英镑 可以说 整个世界都在大英帝国的掌控之中 大英帝国通过资本市场 全球化而最终达到顶峰 笔者认为 通过商品市场全球化 人口全球化 政治全球化 制度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 资本市场全球化 英国实现了其霸权 但达到巅峰之后 必然会走下坡路 为什么大英帝国会没落 作者给出了一个原因 即战争全球化 最后 我们来谈谈大英帝国的终结 作者认为 大英帝国的瓦解 并非来自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反抗 而是来自于更为强大的帝国竞争者 这里的竞争对手 可不只是德国 日本这些跟英国有仇的国家 还有世界霸权的接班人 可以说 美国把大英帝国拖垮了 二十世纪上半夜 两次世界大战爆发 大英帝国疆域辽阔 无论世界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都会牵扯到自己的战略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希特勒试图拉拢英国 提出联合大英帝国瓜分世界 欧洲由纳粹德国统治 大英帝国则保留所有海外殖民地 丘吉尔虽然是个强硬的帝国主义者 但却是个冷静而有远见的政治家 拒绝接受希特勒的建议 他知道 如果他接受了希特勒的建议 那么希特勒征服了欧洲之后 英国也会跟着遭殃 如果希特勒失败了 那么英国就会失去道义上的资本 到时候 不但大英帝国不保 就连英国也保不住 所以丘吉尔决定 把美国拉到德国的队里面 英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 战后必须建立一种 取代殖民统治的新体制 他利用英国财政困难 迫使英国放弃海外 殖民地美国人宣称 殖民统治应该让位给地方自治 老谋深算的英国人 一眼就看穿了美国人的意图 就像英国殖民部所说 美国所谓的地方自治政府 不过是掩盖美国经济帝国崛起的幌子 一旦大英帝国的附庸国 获得政治独立 那么他们就会彻底成为 美国的附庸国 成为美国的附庸 但现在英国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 只能将世界霸权交给轴心国集团 还是美国 最后 大家都知道 英国接受了美国的条件 美英两国联手打败了德国 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是 大英帝国再战后也随之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英国负债累累 负债高达400亿美元 换言之 英国破产 必须大幅削减海外支出 抛售不良资产才能生存 于是 英国人迅速地 从海外殖民地撤离 留下一片混乱 本土纷争和冷战 迅速填补了当地政治真空 美苏由此崛起 从这个角度来看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也可以说是 德意志联合起来 消灭了大英帝国 二战结束了世界霸权的交接 世界政治格局 发生了重新规划 对于大英帝国来说 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帝国是无法避免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 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 但也正是因为二战 大英帝国才没有被彻底清算 成为世界拯救者 这是帝国的故事 在作者看来 大英帝国历史中 有六大关键步骤 它通过商品市场 人口 政治 制度 文化和资本市场的 全球化 来实现其霸权 最后 因为两次全球化战争 他们被迫放弃了世界霸权 大英帝国的兴衰 可以说是全球化和全球化 那么 英帝国的兴衰历史 和英国人的历史功过 如何评价呢 首先 让我们看看本书作者的答案 他在本书的结尾写道 为了阻止德国人 日本人 和意大利人 建立自己的帝国 英国人 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帝国 这样的牺牲 难道不能洗刷 大英帝国 其他罪恶吗 这是英国精英知识分子的 一种态度 他们既怀念往日的荣光 又能指示英帝国历史上的 不光彩 甚至罪恶 却又带着一丝傲慢与自恋 把英帝国的终结解释为 一种自愿的牺牲 而不把它看作是历史的必然 事实上 在英国帝国的道路上 有掠夺奴隶贸易 屠杀土著居民 镇压东方民族主义 文化侵略 强迫传教等等 这些大英帝国的历史罪过 但是大英帝国 同时也促进了全球化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 所采取的私有财产观念 银行金融体系有限 现代文明中的政府观念 议会民主制度 市场经济等等 都来自于大英帝国 今天 英国的存在感并不强 处于异余之地 保守而缺乏活力 但是 当我们谈到近代史时 就不能不提到大英帝国 它有着深远的影响 没有对大英帝国的了解 我们很难对世界近400年的历史 做出合理的分析 我们下期见 云然而未能 我们下期见 这边是有利的 云然而国家